從去年東京奧運會因疫情大流行而推遲以來 澳洲隊是第一支來日本訓練的國家隊 他們前往日本中部城市大田區 進行圍棋47天的訓練 萊球隊成員在離開雪梨前 采取一系列因應疫情措施 包括接種疫苗和出發前72小時內的快速核酸檢測 在疫情下備戰奧運 各國代表隊紛紛接種疫苗 菲律賓奧委會28日會參加洞澳相關人員 重一接種了疫苗 同時國際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表示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和尼泊爾等國 將在東京奧運開始前 會代表團員完成最高級別限制的疫苗接種 以免印度變種病毒在東奧擴散 日本奧會官員1號表示 日本代表團約有200名運動員和奧運相關人員 接種了中共病毒疫苗 儘管日本民眾輿論 大多人反對在一個疫苗推出緩慢的國家 舉辦世界上最大的多項體育賽事 但是現在有日本政府官員透露 政府有意考慮開放打過疫苗或PCR篩檢 陰性的觀眾入場觀看 全球疫情嚴峻 日本國內的疫情也很緊張之際 許多聲浪希望東京奧運停辦取消 不過目前包括日本首相菅義偉 東奧酬委會仍對安全舉辦奧運 抱持希望 因為日本實在沒有本錢停辦或是再度延期 所以國際奧委會和輝瑞疫苗合作 將大量提供運動員施打疫苗 以保障疫情不會擴散 新唐人眼地電視國際新聞組編譯